大家好 现在进入五月份 温度呢 慢慢的升高 再加上呢 很多地方啊 现在湿度特别的大 在这种情况下 胡连兰最怕的是什么呢 其实在这种生长条件下 胡连兰呢 他最怕的就是虫害 特别是这一种虫 也就是牵竹虫 大家看这些就是牵竹虫 这个牵竹虫啊 他跟蜈蚣呢 有点像 他呢 在这种高温高湿条件下 特别容易爬出来 可以啃食这个胡连兰的根系 导致你的胡连兰的根系啊 啃食非常严重 而且呢 还会滋生这个病虫害 那么这个牵竹虫的话 它一般都会藏在这个盆土里面 你有时候根本就发觉不了 像我这盆的之前呢 就是被这个牵竹虫啊 啃食了不少的根系 然后之后呢 我就给它在盆土里面呢 撒上了一点这个颗粒型的笔虫磷 大家看这些呢 就是我之前撒的这个颗粒型的笔虫磷 那么撒了颗粒型的笔虫磷之后呢 这些 呃 这个牵竹虫啊 它啃食这个胡连兰的根系呢 就会直接被堵死 所以呢 现在我盆里面就有很多这个 呃 牵竹虫的尸体 这个颗粒型的笔虫磷呢 它是一种类系型的杀虫剂 它呢 撒在盆土里面呢 会被植株所吸收 然后呢 它会对于这些虫害进行触伤 也就是说 这个胡连兰呢 它吸收了这个笔虫磷 这个牵竹虫 一旦啃食这个胡连兰就会直接被堵死了 这个笔虫磷 我们大概呢 40天左右 使用一次就可以了 就可以起到很好的防虫效果 这样也可以保护好这个胡连兰的根系 但是呢 我们除了用笔虫磷做好这个防虫工作之外呢 因为它啃食了这个胡连兰根系 所以呢 我们后期最好就是给它喷一次杀菌剂 这个杀菌剂呢 我们用这个乙座多菌磷就可以了 它是复配型的这个多菌磷 我们稀释1000倍 然后呢 给这个胡连兰进行整株喷湿就可以了 所以蝴蝶兰呢 在5月份最怕的就是这种牵竹虫了 如果不注意防治 那么我们的蝴蝶兰可能就没有一条好根了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